俩女在这里议论了一阵王小飞之后 温柔云道 小飞说的是对的 这件事情我们根本就插不上手 我们留在这里还会给她带来麻烦 我们还是尽快地离开才对 施威宇想了一下道 今天就一趟到昆市的飞机 我们走吧 俩人很快就向着机场而去 俩人都是明白人 知道留在这里是真的无法帮上王小飞 王小飞这时却是坐进了车上 然后拿出一块玉牌 在上面刻写一阵之后 从戒指中竟然就拿出了一小块布 放在了那刻写好的玉符上 让人惊奇的是 那块布竟然就在这时化去了 然后那块玉符也化去了 随着玉符的化去 王小飞的心灵感觉中 就传来一种强烈的引导 然后他开着车子就朝着前方驶去 这块破布是王小飞在那 普列金纳逃离时树枝刮破 留下的一块布 王小飞一直收在了戒指里面 王小飞现在施展的就是一种追踪术 通过被追踪之人身上的一件物品 来进行追踪 追踪符只要施展之后 只要被追踪者在千里之内 都是很容易被找到的 车子这次再次开到了那边境之地 王小飞根本就不必通过边境入口 一个闪身时就过了边境 然后展开身法就向着感觉到的地方而去 在这样的烂路上 王小飞奔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越野车的车速 一个小时之后 王小飞已是来到了一座大山深处 这个女人竟然并没有回到瑞士 而是躲在了这里 看看那四处都是大山的环境 王小飞也是好奇 完全不知道普列金娜为何会留在了这里 小心向着那感应到的地方而去 王小飞很快就来到了一处 让她都感到惊奇的地方 刚翻过了山时 王小飞明显地就感觉到 这里充满了一种强烈的魂魄气息 吴家之地 有了这样的感应之后 王小飞就有一个很是明显的感觉 这样的地方虽然并没有灵气 但是在这样的地方 却是有着一种阴森的绝望之气 这样的地方正是巫术的一个宝地呀 难怪那女人跑到了这里 王小飞在知道了这里的情况之后 行走间神石展开 更加小心起来 王小飞其实也是好奇 按理说那普列金娜是俄国人 他应该在俄国 怎么跑到了这里来学巫术呢 刚刚接近感觉的地方 王小飞就发现这里有着大量的毒蛇 把这个地方完全包围住了 如果是一般的人面对着毒蛇时 根本没有办法通过 王小飞却是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直接祭出了金服 把自己的全身包裹住了之后 向着前方就走了过去 过了毒蛇阵之后 遇到的是虫阵 各种各样的飞虫在前方包围着王小飞 同样的情况 有着金服的防御 那些飞虫根本就无法伤到王小飞 更近一层时 这里就有着大量的毒气 弥漫在空中 如果是对付一般的人 真的是厉害 王小飞对于这里的防守 也真是无语了 这个也不知道是巫术的何种门派 布的都是一种阵势 其实就是借各种毒物在这里布阵 不要说是一般的人 就算是修真者 如果没有防御的话 想进入到这里面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